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讲第二种方式 那么在讲第二种方式之前呢 我们先看了一个一个东西 好 看到这个 我们文章啊 其实文章特征文本特征特许 一个最大用途就文本分类 文本分类也是用一些算法去做 那前提是你得把这些特征出去 比方说这里给两个饼图 那么左边图呢 哎我们可以看到这边文章里面出现了 共享车啊等等其他次 然后这边文章里面出现了什么证券啊 银行经济等等以及其他一些次 那你通过看到这个词语的时候 你可以去分辨每边文章的一个类型吗 是不是可以啊 你人去看肯定是很直接对吧 看到这应该大概讲的是一个什么 这个共享转车或者是科技类型的 那么这个呢 有可能讲的金融类型经济类型的一个文章 对吧 那这个很多文章新闻文章啊 是这个需求是非常大的 因为每天有成千上万的这个文章发表 那你要去分划分这个依据 对吧 发文分到这些具体 你这个网址里面某个类别吧 那你就需要人去做 那人去做的话 这个工作链又太大 那你需要去什么呢 继续去做 对吧 这也是一个应用产品 那我们先不看 不说那些东西了 对吧 我们先来看一下 这里给的意思是什么呢 词与占比的意义 那我们来看一下 给出词与占比什么意思呢 比方说现在我们还是真理 我们第一种方式是count统计次数 那么这种统计次数呢 其实啊 在文本分类当中用的很少 那它的原因是什么呢 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说对吧 你给定了两篇文章 或者说十篇文章 一百篇文章 好 那现在 我给你这个共享啊 共享 共享或者说证券这种 这种单词啊 这种词语啊 词词语 是不是很容易反映 你这篇文章的主题吧 是不是很容易啊 好 那比如说你这篇文章 文章当中出现了这么多共享 这篇文章呢 出现这么多证券 好 那现在有个问题是 假如现在啊 我们现在呢 出现了一个词 叫什么呢 所以 因为所以对吧 所以 然后呢 什么我们啊 好的 或者是一些中性的词语吧 明天 好 假如说出现了这些词语 那你每篇文章 会不会出现这些词语 基本上每篇文章都会出现了 那出现了话之后 那所以在你这里出现了 比如说出现次数还挺多 因为我们经常说话 有一些语气词对吧 所以啊 因为啊 好 这出现100次 这里也出现了50次 那么这个 所以在你这篇文章 哎 出现50 这篇文章出现了60次 那你能说这两篇文章 因为有这些词的存在 他这两篇文章的主题是相似的吗 想一想 能不能 不能吧 所以我们会想到一些别的解决方式 解决这种冲突的问题吧 对吧 也说这些中性的词语 他在很多篇文章都会出现 但是这些词语 并不能说出现了 就能反映这两篇文章相似 对吧 你不能说这个讲科技的 讲金融的这两篇文章 因为出现了 所以我们明天这些词都一样 都相似 那所以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 接下来要讲的一种文本特征抽取的翻译 叫什么呢 TFIDF 那么这种是我们 包括我们后面在做这个 普苏维斯 对吧 这个呢 是常用的就是文本分类 文本分类呢 你要用到了这些那个算法 他的这些前提条件 把你文本转换成特征值呢 他要用到的最多用的就是TFIDF 那么这个TFIDF呢 他比Count of White Razor要好 就是避免了这种情况发生 那我们来看一下 什么意思呢 TFIDF 就是我们接下来要分析的这个东西 我们先不看这个课件 我们先不看这个课件 我们来分析一下 这个TFIDF是怎么去做的呢 首先我们看 他呢 其实叫分两种 分两个东西 第一个叫TF 那么这个中文名呢 这个英文名叫 Turn Frequency Turn Frequency Turn Frequency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词的频率 词的频率 其实就是我们刚才统计的什么 词的次数啊 对吧 好 第二个 IDF 那么这个称之为什么呢 叫逆文的频率 逆文的这个逆啊 这个逆 逆文的频率 那英文呢 就叫inverse 刚才我们接触这个inverse 对吧 Document Frequency 那inverse 那我们先来看TF啊 也就是说TFIDF 他干了两件事情 第一件 统计跟我们Counter Value一样 统计每个词出现的一个次数 对吧 哎 这也是一样 统计词的出现的次数 每篇文章 在这个词的列表里面 出现的次数 注意了 他还是要统计这个词的列表啊 还是要统计的 能理解吧 好 重点是他第二部分 第二部分 逆文档频率 我们是有一个公式的 这个公式叫什么呢 log log什么呢 总文档数量 总文档数量 除以什么呢 注意了 我们每一个词都是需要计算 这个东西的 那总文档除 除以什么呢 该词 该词 出现的文档数 那这个该词出现的文档数 能理解什么意思吧 也就是说 这个所以 在哪些文档当中去出现过 对吧 好 那我们先来 先不看结果 我们看这个运行之后的结果 我们先来看 那如果说啊 一个所以在很多篇文章出现过 是不是他应该出现的文章 这个词数应该很多吧 词数多 那 总能文档数量是固定的 那你这个值是大是小啊 是不是越来越小吧 对吧 比如说五出一和五出一二 应该是什么 五出一要大一些吧 那这个大了之后 或者说你这个 所以出现了很多篇文章 它小的时候 那log这个值呢 就变得很小 那这里啊 我们简单的说一下 这个值的特点啊 log 求一个值的时候呢 它是随着你的数据越来越小 它的值也越来越小 那log 比如说我们输入一个值 对吧 这个我们先了解一下就行啊 后面我会说的啊 log 比如说有一个数值 对吧 这个数值越来越小 你输入的啊 输入的数值 输入的数值 就是这个啊 输入的数值 越小 那你结果呢 越小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log这个东西 如果所以我们明天这些在很多篇文章当中出现了 是不是这个词呢 哎 其实不太好吧 那我们这个地方的结果是不是又小了 比较小了吧 那我们tf idf是怎么去计算的 它是tf乘以idf 那么这个结果我们称之为什么呢 重要性 称之为重要性 也就是说你在一篇文档当中 好 你现在统计了这篇文档 就是说第一篇文档 它可以得出什么 每个词对于每个词在你这篇文档当中的一个重要性 那么这个重要性呢 它一般都是一个小数形式 对吧 这个小数啊 辅典型呢 那这个重要层数就反映了 如果你的所以我们明天这些出现了 那你重要层数是不是应该低一下吧 如果共享只在这两篇或者只在这一篇文档当中出现 是不是它的重要程度是不是更高一些 所以我们就可以通过一个叫什么重要性程度来衡量每个篇文档当中 注意上每篇文档当中的每一个词都有一个重要性程度 那你是不是就可以取出这篇文档当中有哪些词是重要的吧 那你懂啊 哪些词重要在我这篇文档 共享是在重要的 所以我们在这篇文档不是重要 然后证券在这篇文章是重要的 然后所以我们呢在这篇文章也是不重要的 是不是有一个值啊 这个值就是通过这个计算 当然你没必要自己去计算这个东西 是吧 你有工具你没必要自己去计算 好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第二种课程抽取的方式 叫什么呢 TFIDF 那它的主要思想是什么呢 如果某个词在某篇文章出现的概率较高 并且在其他文章当中出现较少 那么我认为此词在或者这个短语在某个类别区分能力 适合用来分类对吧 也就是说如果说你有评估一个词的一个重要性程度 那我们来看一下结果了 在还是在text里面有个叫TFIDF 然后注意了 好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怎么去做 其实一样的 里面有一个参数叫stop words 那就是你要哪些词经忽略的 等下我们试一下 好 其他人一样的啊 fitter transform inverse transform get feature names 我们只要演示fitter transform get feature names就行了 好 同样的我们先来做这样的案例 对吧 那这里呢 我们直接把这个复制过来就行了 替换一下 替换一下其中的一些 还是对 好 复制过来 那这里呢 就是这个TFIDF get feature TFIDF 这里呢 导用导入我们的TFIDF get feature 好 导入之后还是一样 我们还是对中文分词 然后呢 这里就不是TFID吧 所以我们要导入进来 在text里面 有一个叫 TFIDF 对吧 好 那么我们在这里呢 就可以调用TFIDF 外推子了 TFIDF 这里面有个stop word 三度 等下我们再看 那么这里呢 我们就调用TF了 假如说叫TF TF.feet transfer TF.get feature name 对吧 好 看一下这个结果 分词 然后得出的词的列表 是不是跟之前一样了吧 对吧 跟我们干净 重点是我们要看这个 好 看这个 还是一样 奥威这个数字啊 注意还是一样 一个函代表 一个样本 对吧 这 从这里 从这里到这个地方 是不是第一个样本里面 每一个词都让一下 你们可以看到 从这里面 你看是不是知道 哪一个词应该是更重要 比如说我们从这里找一个最重要的 比如说这几个 是因为它这个有可能数量比较少 对吧 很多都是一样的 0.436 0.436 这个是不是最重要 是不是这几个词对应的应该是这个词的列表 哪几个词了 是不是就反映了这篇文章里面的重要形成度 我是不是可以排个序 是不是得出一些重要词以便后续的更多分析了 对不对 那这个是后面的一些事情 那我这里是第二篇文章 是不是应该某些词是不是也不一样 那我以后在进行文本分类的时候 我想要进行分类 是不是就要把这些每篇文章里面 比如说重要的一两个词 三四个词拿出来 组合成所有的词 这些词是不是就可以进行对这些文本进行分类了 对吧 只要你出现哪一词 次数多少 我就可以进行分类了 所以呢 这里面 他的这样的一个得处的这个东西呢 就是称之为重要性 重要性 既然是重要性 就有重要的 有不重要的 有重要的 对吧 不重要的 就是不能反映你文章的主题的 好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的 TF IDF进行特征直化的一个结果 这个要知道 他怎么计算的 TF一部分 IDF一部分 相乘结果 这个面试有可能 也会问到 所以呢 你必须得记录这个结论 能理解吗 好 那么接下来 我们还是一样 TF IDF 为什么需要这些东西呢 也是说我们次分类 积极学习算法里面的一些重要依据 后面很多算法会用到 包括自然源处理里面的情感分析啊 你也会用到这些 能理解吗 这是他的应用场景 哎呦 为什么需要他 那么当然啊 这个我们 做案例 或者我们通常时呢 说用哪一个 这里面有 Count of TF IDF 能使用哪一个 肯定是 TF IDF 因为他效果刚好吧 当然 这里面只是讲的这种啊 其实已经是比较一些过时的方法了 在我们讲自然源处理的时候 会讲到更多的方法 也就也不去使用这个东西了 也就使用一些新的技术 能理解吗 好 那这个基本的你还得知道